過程中間可能是遇到了火獸甲 所以呢它的左手掌 左手掌的前端斷掉 那因為這樣的緣故呢 它在野外其實在密室上面 就會有很多的困難 所以呢 我們跟特森中心合作之後 他們就把集保送到這邊來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展示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動物園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像早期可能二三十年前 動物園通常都是以收集各種特殊的動物為主 所以我們如果說 直接聽說有什麼珍惜的動物 可能我們就去買 那買的話呢 那所謂的動物商 它會用各種方法把野外的動物 帶進到人類的飼養空間裡面 但是呢這個過程中間呢 其實會有很多的野生動物就因此而往生了 那所以說現在我們動物園的 那它的做法通常都是 如果是本地的動物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的 石虎或是從這邊過去的 南腹弦或是說 右關 那我們通常都傾向是 跟其他的動物園交換 他們自己的班子課題 或者說他們因為受傷的原物 我們沒有辦法再野放 那我們就引進到動物園來 那動物園來的話呢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藉由這隻動物 向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們的生活的周遭 其實有這樣的一個動物生活著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可能會聽過石虎這個名字 但是你真正在野外 或是說看到 其實幾率應該不大 有在野外看過石虎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都沒有 搖頭 好 那所以說呢 這個石虎在野外 其實是不容易看見的 為什麼呢 因為石虎它的一個生活的一個行性 它是成功活動 成功活動的意思就是 它會在早晨 比如說太陽還沒完全起來 或是說在傍晚 太陽即將落下的時候 但是它活動比較高峰的時間 那因為它要捕食的一些動物 比如說小型的年始類 或是小型的鳥類 那甚至一些小蚊蚣 大概在那個時候活動會比較多 所以呢 它會在那個時間開始活動 但是在那個時間開始活動呢 意味著一件事情就是 像我們人類在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的視力不會太好 那同時我們呢 可能在那時候 可能看不太清楚 所以呢 剛才那時候活動 我們其實不容易看見 那就算是你看見了 你可能也會誤認為說 它可能是一隻 跑到野外去的家貓 因為石虎它跟家貓 其實外觀呢 遠遠看其實不容易分辨 那它最明顯的特徵是它的頭部 那現在大家看到 它正好頭露出在那個平台的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仔細看 它的頭的頭上面 是不是有兩條白色的重帶 你在一般家貓的身上 不會看到這樣的特徵 但是呢 你如果說你在野外 其實你沒有機會去 這麼仔細的去看到 它會停留在一個地方 讓你看得這麼清楚 它通常遠遠看到人類 它就跑掉 因為石虎它 個性它比較緊張 然後比較敏感 所以它看到了人類 它第一個動作就是先跑 另外一個特徵呢 是它的耳朵的背面 耳朵背面呢 它有兩個白斑 那當然這個可能讓它 耳朵往前竖 你才會看得到 那一般在家貓的耳朵 大概也不容易看到的這個特徵 那這個是石虎的一個特徵 那像這個特徵 可能也只能說 到了動物園 我們比較有機會跟大家介紹 那同時呢 我們也可以 我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石虎在台灣 生活在一個屬於淺山的地區 淺山是主要指的是 海拔500公里以下的山丘 那像這樣的一個山丘 在台灣其實被開發的 其實還蠻多的 因為一些種種的原因 比如說開闢道路 或者說人們希望住在比較多 靠近大自然的地方 那它可能就把一座山坡 然後整個路坪 然後蓋了一個住宅區 或是為了道路的需求 然後就化歸了一個 道路穿過的一個山脈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你在開路的時候 你就會影響到石虎它在密實 然後它的居住 因為我們人類在開發的時候 它的基調是非常大的 那在這個過程呢 石虎可能會因為這個關係 它離開了原來的一個居住地 但是它要找到一個新的居住地 其實並不容易 所以呢 石虎在台灣 其實它的生活空間 會越來越受到 我們人類開發 然後呢 我們生活的一個侵入 導致它們在野外生活的空間 相對被壓出來 那有人說 欸那野生動物它如果在 平地居住 如果找不到地方 它可以往高山去啊 台灣的高山很多嘛 它可以一直往上跑跑跑 但是呢 石虎它是屬於一個 石肉屋的動物 也就是說它的食物來源 是要去捕獵 它並不像台灣水陸 或是草頭山羊 它只要吃一些草 它就被破 石虎沒有辦法 但是如果它越往高山走的話 其實它找到的獵物 就越來越少了 而且越來越不容易長到 所以你只能 如果說我們開發的苑居業 那它在平地沒有辦法生存 你其實就是把師父 逼到一個它沒有辦法 生存下去的一個狀況 就如同它的一個 另外一個貓科的一個親戚 比如台灣魚豹 其實台灣魚豹在這十幾年 大概沒有 在台灣已經沒有發現的 任何的跡象 那也就是說 它的生存的一個空間 受到的壓縮 那這裡面只有一隻 然後呢 大家會看到 我們這邊做了很多的木頭的棄架 那一般在貓跟動物 其實不需要這些 我們做這些東西 主要是為了吉保 因為剛剛跟大家報告就是 吉保它的一個手掌 左手掌受傷了 所以呢 如果你有機會 在比較晚的時間 比如說四點半以後 甚至五點的時候 我們的燈都關掉 它可能會下來活動 你會發現 它走路其實是一朵一朵的 一朵一朵的 對 所以我們做的這些 只是方便它的這邊活動 但是呢 吉保來到我們這裡之後呢 它的活動的時間 其實也跟它野外差不多 就是呢 早上八點以前會活動 然後下午呢 五點到五點半以後 開始起來活動 因為 它還是沒有辦法很習慣 像比如說 遊客的一個事先的干擾 然後聲音的干擾 所以呢 它選擇 待在一個平台上面 但是呢 待在平台上面 大家看 它播動 有人會覺得說 你們的設計 是不是 讓它覺得不舒服 其實不是的 因為剛剛跟大家講 就是 食物它個性比較敏感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展場呢 其實是比較狹窄的 所以呢 在開始它剛進來的時候呢 它面對 所有的這個環境 它會選擇是 藏在一個後面的圓壁的縫墓裡面 就塞在裡面 就塞了一天 那後來比較放鬆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能夠到 木製的西鄉裡面 可是呢 在那西鄉待不了多久 因為可能 大家知道 有時候有人正好看到的時候 它很想拍照 但是通常有時候 就忘記關閃光燈 那閃光燈對它們的影響 其實也很大 所以後來它選擇的位置是 站在 你現在看到的平台的更上方 就在那個斜坡上面 它就站了一天 那我們覺得 這樣子 實在是太虐待動物 所以我們就在做了一個平台之後 終於發現它可以比較 能夠安穩的 停留在這個展場 當然我們也希望它能夠 白天的時候 也許出來活動 但是這個東西 都是需要 大家互相的努力 即保它慢慢的吸引 以及大家在觀賞我們 動物的時候 能夠盡量不要去干擾它 如果我們的環境比較接近的話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 大概到這邊 告一段落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 免一結束 警察 特別貼在